美中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还未完全画下据点的情况下 华为公主孟丸座被捕 无疑是助长了美中贸易的紧张局势 这起事件也成为了各家媒体大力关注的焦点 针对此事 美联社专访了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 兼职教授菲尔利维 虽然贸易战目前是休兵状态 但他认为现阶段依然处在战乱之中 他说贸易战没有明确定义 不过以普遍公式来说 就是美中双方互相报复 冲突逐渐升温 而你能感受到快要失控 利维就觉得现在的美中关系就是如此 在双方寻求解决有关北京技术和产业战略的争端时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抓走孟晚舟 利维表示这实在不寻常 他说虽然美国长期以来就对华为存在忧虑 担心华为跟中国共产党政府过于亲近 一旦华为参与了能影响到美国国安的通讯主体 中国政府可能会有所行动 但如今事情却演变成牵涉到个人 也就是指创办人的女儿 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long-standing concerns about Huawei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it's far too clo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at it might take some actions if it gets involved in the U.S. communications backbone which compromi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 really unusual step in that it got personalized and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who's also daughter of the founder 立委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最迫切的疑问就是 中国是否会对孟晚舟事件保持冷静 中国大可以采取报复行动 例如拘留美国企业高层等等 只是目前还没有采取动作 但立委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中国不会希望将紧张局势继续加温 此外令立委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是 美方要求加拿大逮捕华为高层的时间点 几乎与G20川习会同时进行 立委表示 美国政府试图将这两件事做切割 但似乎不大可能 孟晚舟案已经激怒了中国人 同时也煽动美国人的焦虑 因为当地国会正在推动抵制华为 怎么样 雲連串的事件 不管是美中貿易談判 還是孟晚舟案 都一再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棘手 新聞時事報記者孫山整理報導 字幕提供 詞 初音樂